因为肖战,我相信了向游新生,原创,很多人喜欢肖战的眼睛,不单单只是因为好看,从他的眼睛里,我们能看到专属于孩子的那份成彻,而我们大多数人,在慢慢长大的过程中,悄悄遗失了那份纯真,成年人的世界更多的是圆滑,世故,所以能够保留重新的那份单纯,才显得格外珍贵。 知是故而不是故,丽元华而明天真,肖战似乎给这句话做了一个很好的诠释,并不是说温室里培养出来的花朵,没有经历过风雨,所以一直保留着那份天真善良,而是短短几年的时间,他经历了起起伏伏,风风雨雨,甚至人心险恶,但依旧初心不改,相比之下,这更加难能可贵,都说眼睛是星云的窗户,但经历了那么多不太好的事情以后,虽然体会到了这个世界的残酷, 也经历了某些无缘无故的恶,这中间有过迷茫,有过不理解,但他仍然用最大的善意去体谅这些人,当大家以为没有人可以把他从深渊拉出来的时候,他却靠着自己走了出来,从那以后,他的眼神里多了一份坚毅,从前不信因果,可如今,更期望善有善报,恶有恶报, 这样那些躲在键盘后面的人才能有所顾忌,三思后行,和肖战合作过的导演,编剧,工作人员都对他赞赏有加,懂礼貌,善良,敬业的人,谁都会喜欢吧,他会把瑟瑟发抖的大黄搂在怀里,会轻轻安抚害怕的小马,会称自己养的小猫为姑娘,因为内心善良,所以这个世界在他眼里也格外的美好, 好与不好都不要回头看了,所有的精力都会慢慢积累成财富,丰富我们未来的人生,希望你永远都是那个眼睛里有心情的大男孩